玩具TV 第十季第五集 叮叮叮叮 刚才说的这个Art Toys 觉得这么过瘾 我们就承邀了一个在业界享负盛名的朋友 Alman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说开这个之后 首先就要由业界更享负盛名的 Brian 来介绍一下 我先脱下头 我先这样讲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一条狗 一条狗 其实是新牌子 究竟是什么狗呢 就叫 Awesome Toys 是一间新加坡公司 他拿了一个东南亚区的 license 就出了这一只狗狗 我先当它一比一吧 算是大一点 一比一有一个设计师玩具 那它跟谁合作呢 就是Tuki Doki Tuki Doki就是一个美国牌子 但是设计师是意大利人 没错 是一个英俊 不过我没有时间 有没有找到一些照片给大家看看 哎呀 英俊也没人看的 是呀 不担心这件事 是因为我要分享 就是你玩六角 你把女业丫丝放在那里 就是多人招呼一下 没错 这些被人骂的 大家真的 那这个Tuki Doki呢 这个什么 应该这么说 Tuki Doki是设计师的畅号 这条狗的名字 这条狗的名字是Donatino 其实就是它一个系列里面 第二比较出名的一个角色 第一个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那只叫unicorn 那只独角兽 就像一只马仔一样 其实它在内地出了很多核弹 brine box 那些 那些整群马仔不同颜色 红花 出了很多 而这个狗狗就是第二号人物 嗯 那这个Awesome Toys 就是一间新公司 这个纯属一个东南马拉上来 那现在你看到这一只 那大家就不要混淆了 这个Awesome Toys 又不是那个Awesome Toys 有很多Awesome Toys 有一个是香港品牌的Awesome Toys 是吗 已经10年了 哦 那个Awesome Toys 它的串法是比较奇特的 AWESUM 对 是歪了的 那199 大家要注意一下 其实给我们那一阵 其实是一个叫做 Pre-production 的版 一些其实是未完全Tone好 所以看到有少少 例如脚的头仔比较松一点 还有有些少少 叫做一些开舞线 分舞线 或者甲线在中间 未处理得很好 但是呢 这个就将会出货 它真是好Donuts 的确实的样子 对 没错 还有这个兜兜过 都说是真的狗仔 其实很认真地说 你本身有养狗的 就买这款回去 那你基本上可以直接用 对了 没错 完全不会有违和感 没错 还有这个狗仔 大家想知道 除了东南马的限售版本之外 它们亦都是什么呢 只有1000只 那 就会是 1000只 是1000只 大概是150美元 八九几 九九 也是 差不多1000 那你一比一 不上下 多强 也会敲下去 就是什么材料 应该是APS材料 就是变件材料 第一款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都比较大姐 我知道足够了 是的 你有没有tuki tuki 一些的 一些的 履历资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 履历资料 履历资料 其实它本身 真的是一个很大众的牌子 是的 它不是一个潮玩品牌 它不止一个潮玩品牌 他已经和很多商场合作过 或者和一些服装品牌 例如Levice 他有合作过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受欢迎程度很高的一个品牌 即是一个很大的设计师品牌 可以说 算是 是的 因为看到很久的资格历史 所以这个是有点不同的 而且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独立设计师的层次了 是整间公司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么 喜欢潮玩的人 留意一下 另外 有没有得买呢 未知 所以后来可能香港有得买也不订 留意那些卖设计师玩具的地方 嗯 那这个大家 有没有想另一样呢? 卓德哥 那有钱 是的 没错了 拍照他的样子 你拍照他的样子 OK 好了 那这就就到这里了 好 我们去下一个项目 谢谢你 留了一件事 其实刚才是我连这个袋子 哇 这个有不同的玩法 真的 那是时候要展示一下 这个袋子 外表呢 没有什么特别 是反过里面 外里呢 外里呢 有很多条狗 是的 刚才说的unicorn 我这样拍吧 你会容易拍一点 是 它反转用 可不可以用的呢 其实 我觉得这个做面更过瘾 反 没有人可以这样做 这些都是Doki Doki的角色 是Mascot 是的 有很多 这一款也是 虽然 跟某日本设计师很相似 是的 你想说什么 我就是某日本设计师的设计 哦 因为他本身 那个设计师是根据 日本风 去 inspire 哦 去看法 真的没有找错你 然后你有这个 看法 是的 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 这个袋很有趣 可以带一个背囊 也可以 背囊 是的 没有说不行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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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背囊 是做什么呢 那 其实大家可以带一个潮袋 哇 还有呢 带一只狗 其实主要是带一只狗 哎 那我立刻对他改观了 有朋友做 那会比较可兴 那会比较可兴 就是在袋子里走出来 就是比较可兴 我不知道那些女孩 喜欢不喜欢 或者那些朋友 喜欢不喜欢 拜拜 拜拜 谢谢德国 可以有礼物了 好 我们到下一个了 我们先拿一个牌 好 表演牌 你要背哪一只